接著要三個東西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性質 還是無色無味無鏽 密度比空氣大 炒完腸壓下為氣體 幾乎都這樣嘛 然後不可燃不出燃 溶於水會形成一個什麼東西啊 看化學師也知道啊 什麼東西 會 爛了什麼東西啊 不會喔 完蛋了 碳酸 過酸性 然後可以提供植物形光合作用 你們偉大的什麼光反應暗反應那個玩意兒 我小時候沒念過這個玩意兒 對 我小時候沒念過這個 然後呢 固體的二氧化碳叫乾冰 常溫常下下會產生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 昇華非常好 你知道的話它的性質 重點會昇華重點會有碳酸 OK 然後製備一樣 裝置跟作氧的裝置基本上是一樣的 好 劑頭漏斗倒個液體 碰底下一個固體 大理石 然後呢 產生一個氣體二氧化碳 大概液體叫做鹽酸 這樣 碳酸鈣加CN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好 方程式寫給你看 碳酸鈣加CN酸產生二氧化碳 好 倒下去的液體叫做CN酸 碰到的固體叫做碳酸鈣 大理石 然後產生的氣體叫做二氧化碳 這是它的方程式 方程式 OK 然後了解一下 誰跟誰反應 這兩個碳酸鈣跟CN酸 都叫做反應物 都是反應物 都是反應物 剛才的二氧化碳 我們叫做碳化劑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然後呢 我要的作用是碳酸鈣 這些碳液的成分都是碳酸鈣 大理石 石灰石 貝殼 這些東西的成分都是碳酸鈣 所以你可以放貝殼 你可以放大理石 好 放石灰石 都可以 都會常常在作用 然後呢 蒐集的方法 也是海水 擠氣法 注意事實上跟前面都一樣 一開始的氣體不要蒐集 可能它也不在導管 馬珠啊 記得落頭的長官 要落入水溝 盡量接近 底部啊 都是完全相同的 好 那還有什麼反應 可以產生二氧化碳 碳酸鈣加C酸 我們用碳酸鈣對不對 可以找碳酸鈣 碳酸鈣 碳酸鈣 也都可以 碳酸XX 就是我們跟各位講過 真的通信你要背的事情 叫做 一個叫做 碳酸鹽加C酸 會產生二氧化碳 第二個 碳酸鈣跟碳酸氫鈣加熱 這裡教過 你記得嗎 而且我給你提示過 碳酸加氫鈣加熱 會產生二氧化碳 是一個重點 碳酸鈣是很重點 因為它是跟碳酸鈣 碳酸鈣主要的分別方法 分別方法 就是我們要知道的 會產生二氧化碳的反應 而記得 而記得 就是希望你知道 就是有關於二氧化碳的製備 OK 一樣 了解一下 你用誰來做 碳酸鈣加 碳酸 什麼方法做 排水以及氣法 注意是這樣 其實都已經教過了 我再把它記一次 記一次 就是有關於製造二氧化碳的部分 OK